全博學院的課程,最特別之處是將財經知識和全博學理論結合 這種雙重專業培訓令同學在就業時有很大的優勢 老師在教授我們時除了講課本上的理論外 而更加重要的是他會將業界經驗和我們分享 傳統新聞學院校的同學出來 其實有一個問題是他們對一些很複雜的財經新聞應付起來 是會有吃力的 但行館畢業的同學因為他的課程是將新聞傳播和商學院合併 所以他的同學出來在行業中 剛好填補了行業所需要的人力的支援 我覺得行館的課程設計是非常好的 特別是偏重財經方面 其實社會對財經方面 無論是記者採訪或公關人員或市務推廣的需求很大 因為你始終在網路媒體牽涉到很多新的科技 而傳統傳媒是不需要你 每一個新媒體的從業員或所謂記者 他是要涉足更加多的科技 今天我們做財經公關 他日常的工作 譬如很多人很熟悉就是幫公司上市 或者是幫一些上市的公司做很多投資者關係的工作 日常工作可能包括你幫他宣布業績 搞股東職員大會 其實很多工作需要很多金融、經濟上的知識 我在二年級的時候推薦我去有線電視 參加一個Anchor Training Program 三、四年級的時候 當我選擇了我的主修科是財經新聞傳播 亦都可以為我日後的工作打好基礎 我去了一間公共運輸公司的企業傳訊部做實習 有寫過新聞稿 亦都有幫忙參與公司的一些活動 除了見識到傳媒行內的運作之外 亦都學到怎樣去隨機應變 就在香港電台新聞部實習 參與了很多前線的採訪工作 我慶幸在傳播學院這四年裏 學到很多財經的知識 令我更加容易掌握嘉賓說些甚麼 吸收得快些、組織得快些 然後快速報料公司 我去了英國一間大型廣播公司實習 在一個月的實習裏 我看到兩地傳媒的不同 對我來說 作為一個傳媒 沒有東西比公信力更加重要 而這也是我們一直堅持的原則